今天是三本太太的放風日 沒錯,我現在在靜岡車站 為什麼到靜岡車站呢 每年都要來這邊一趟 當然是更新簽證啊 然後因為小朋友太小了 所以沒有辦法把他帶到這麼遠的地方來 所以我就請三本先生休假呢 在家裡照顧阿湘 所以今天等於說是我的放風日 也沒有到一天啦 其實雖然人在外面 但是還是很擔心三本先生 Hold得住小朋友嗎 所以我應該要趕快把事情辦完了 趕快回樂海 因為來這邊一趟啊 搭電車就要一個多小時 然後又要花錢、花時間去等 真的是很累 每次更新簽證都要大老園跑來這邊 那因為一大早就來囉 所以現在要趕快走到 恩... 入國管理處 趕快把證件什麼都辦了 希望能順利 希望不要有什麼東西 有欠之類的 好害怕喔 每次來辦理都是 心驚膽戰的 怕缺什麼東西 那我們現在就慢慢走到 入國管理處吧 今天影片呢 要分享一下三本太太 以及一個多月來的小小放風日 難得來到靖康市嘛 一定要稍微買個什麼東西啊 稍微看個什麼東西 再回去 那現在就趕快去 入國管理處辦我的更新簽證 經過了這個有名的生徒師店 NOGAMI 那我們的 入國管理處呢 就快要到了 到達現在是9點01分 他是9點開始辦理 我要進去搶頭箱了 結束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快耶 我9點到啊 其實裡面已經有很多人 也是9點就在那邊等了 但是我的更新可能比較簡單吧 超快就結束了 現在應該是9點20分左右 那現在呢 要前往下一個地方 希望這次的簽證啊 可以拿到五年 這樣我明年就可以 不用再來進鋼市了 那我們現在 前往下一個我想去的地方吧 GOGO 我來到了小丸子的故鄉清水車站 我來到了小丸子的故鄉清水車站 這個平礁道的火車過就可以通過了 那清水站這邊我是第一次來啊 不知道這邊有什麼 唯一知道的是 火車通過了有點吵 唯一知道的是清水站這邊有一個小丸子的公園 小丸子的博物館 那可能要等那個阿湘再大一點的時候 就可以帶他來看一下小丸子 那因為他現在還小小的 所以他應該也不知道小丸子是什麼 那我現在來清水站 是有一家想買的店 他剛好10點開 我們現在呢 就來去看那間是什麼店吧 快要走到了 從清水車站走過來三分鐘吧 快到囉 到達台灣味 這間台灣味啊 位於清水車站出來兩三分鐘 我在網路上買過兩次 然後因為都要付運費嘛 然後我剛好來金剛車站這邊辦事 我就直接來這邊買 他只能外帶 那因為他老闆是台灣人嘛 還蠻親切的 我剛剛點菜呢 只有中文跟他點的 買了一些呢 我要提回去熱海 跟山本先生一起分享 買超多的 那現在要離開這間店了 我們要走到另外一個清水車站 剛剛搭車的呢 是靜岡清水線 那我現在要走到JR清水線 JR清水車站 他是東海道線 那現在我要走到另外一個方向 然後呢 難得來來這邊晃一下商店街之類的 我在網路上看這邊的商店街 好像有一點沒落的感覺 那看一下有賣什麼吧 現在其實還挺早的 來這邊走走散步散步 街超級熱的 天氣超級好的 清水車站前 銀座通 這台應該是商店街吧 本來跟網路上寫的一樣耶 所有店都沒開 大門都伸鎖 可能現在比較早吧 現在才十點半而已 超早的 在這條冷清的商店街 發現小丸子跟小玉 好可愛唷 好可愛唷 有一尊地藏丸菩薩 這間食堂看起來好老喔 而且裡面的座位真的很 有一點年代的感覺了 大眾演劇 這個應該是劇場耶 不知道在演什麼 WOW 我想我應該也看不太懂 經過的就叫天神屋的便當店啊 其實我是被他門口的這個 鰻魚飯給吸引了 因為日本吃鰻魚的日子要到啦 所以買了兩個 回去跟山本先生一起吃 感覺很好吃喔 天神屋 外面超級熱的躲進了 麥當勞裡面吹冷氣 那這個呢 新產品 我覺得麥當勞的新產品 我都很想要吃吃看 它是芒果果味的冰炫風吧 芒果的顆粒 夏天嘛 就是要吃一點冰涼的東西 來吃吃看 它的芒果也蠻甜的耶 應該是罐頭的吧 然後這就是香桃冰淇淋 好吃 回到了JR的清水車站結束了半天的放風時間 那該吃的該買的該辦的事情都辦完啦 現在要叫回去樂海 不知道三本先生跟阿翔相處的怎麼樣 那謝謝大家今天觀看影片 我們下次見 三本先生 這點是麻煩的